是高于中央委员会的最高统治集团 那么在中央政治局里面还有所谓七常委 这七常委就是中共统治集团里面最高的 顶高的政治集团 所以我们如果要从大到小从下往上来看的话 那么我们就能发现 中共的七常委才是中共最高统治集团 是整个中共最高统治集团的代表和顶峰 这个最高统治集团掌控了中国的一切 党令、政令、军令、商令、媒体令、文化令 连唱红歌都是胡锦涛亲自在广东指示的 要求的 我上次讲过 是当前中国全力的核心 是一切汤藏万发的本源 所有的血腥罪恶的溯约 他们是民族的敌人 从历史来看 他们是国家的敌人 从政治来看 他们是全体人民的敌人 从他们七十年迫害我们人民来看 他们是中国民主和自由的死敌 从中国人民奋不顾身地追求民主和自由的这种奋斗来看 所以总结来说 他们是民族的敌人 国家的敌人 全体人民的敌人 中国民主和自由的死敌的代表者 再加两个字 今天的代表者 比如说最近美国要惩罚中共的贪官 把韩正 还有一个常委捏上去了 光是韩正 现在被暴露出来的数字 他侵吞了国家财产 就是31亿美元 这些大家都知道了 不是新闻了 民主革命 国民革命 时代革命 要集中打倒的最高对象 是我们唯一的敌人 非推倒和瓦解不可 只要一天自七场伟合在左右的中国的 政治经济文化局势 中共就会一天天走向死亡 人民就一天一天的更加痛苦的熬下去 那么基于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也许是共产党说过这一句话 要给出路 那共产党都说给出路 当然共产党说给出路是骗人 共产党给了很多人出路在49年的时候 可是49年之后 共产党给了出路的人 其中绝大多数被共产党断绝了生命之路 就是枪决了屠杀路 这个以后我们再说过 所以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给出路 那是应该说是真心的调别出路 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今天是民共产党谈心呢 我是在谈共产党的出路问题 比如上一讲讲的是要等饿死 还是求善终 那么现在对于中共最高统治集团 从中央委员会到中央政治局到最后的中央常委 我认为你们第一个最好的出路就是求善终 我已经说过了 简单的说 怎么求善终就是 接受去党留证 或者认罪还国 归还通华民国 争取党死 争取党死 但是绝大多数党人不死 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一点 鱼过鱼民 都是好事 对于你们的党人更是大好事 免得人民来起来造反革命 大开沙街 别忘了 所谓的台独 就是污蔑蒋介石先生和当时的国民党军权 杀了两千多个台湾人 现在看来这个数字不准确 而且这个数字也有一半的多数 甚至于更多 已经被中共证明是他们潜伏在台湾的头目 可就这样 这八百多人的台湾人之死 造成了今天台独的历史根据 思想根据 理论根据 冤屈根据 那到今天 赔过你了 道过歉了 悲眼利了 公元眼黑了 还在根据这个老台图 你想想 中共杀了八千万人至少 你以为人民都忘记了吗 根本没有忘记 没到了一天 到了一天 杀共产党会在全中国 成功成为一个可怕的风潮 所以你们只有求上中 你才能保住绝大多数党人 和你们自己 不死 但是党一定要死 第二 现在在这些人物当中 有人想到要倒些保党 要把些倒掉来保党 就是要重演打倒四人帮的悲剧 打倒了四人帮 然后再来搞改革开放 第二住 真正的第二住改革开放 这种想法 无非是还想苟延残喘 多活几天而已 但是我也明确地告诉朋友们 告诉共产党 如今事宜事迁了 晚了 不可能了 前不久我听到 红二代里面有个叫陈平的 我最近在看他的像 奸贼喉塞 他提出要倒些 他散布了要倒些的兴起 他在散布倒些的兴起的时候 他同时恶狠狠地提出来 坚决不要那些暴民起来造反国革命 坚决反对暴民 坚决反对法国大革命 你们看 共产党红二代里面的这样一些人 他们是什么东西 他们的话 非常清楚地表明了 倒些就是为了防止革命 倒些就是为了继续保共改良 倒些就是为了救党的命 换一个共产党里面的统治者 那维持共产党的苟延长转 并且 他不接待着 同时间地提出了 反对法国革命 反对革命 反对暴民 反对痞子老百姓 这就是共产党的德性 当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他忘记了他的父辈的革命家们 都是流氓痞子 暴民出身 好 不说了 说了会生气 第三 如果 在这个时候 在七常委当中 在24政治约委员当中 所以 这样 所以